主席 有請外交部林部長 亞太斯州副司長 連米斯陳副司長 NGO 吳副執行長 請部長兩位司長 及副執行長 陳委員好 部長 現在台灣 總共有多少位駐外的大使 總共有多少位駐外的代表 我們現在整個駐外管處 一共有118個 所以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代表 就是小部分是處長 加起來一共是118 118位 有幾位可以直打天廳 其實駐外大使 他們有所有的意見都可以反映 有幾位可以直打天廳 這個問題蠻難的 我舉個例來講 有幾位嗎 你講幾位就好 沒有還是有幾位 因為我們外交部是實際在督導駐外的工作 像舉個例來講 像駐美的金大使 事實上他跟 因為他跟我們國內跟國安會跟高層的關係 事實上我覺得是有一些直接的聯繫 只有他一個嘛 對不對 其他的因為我不是很完全 你可能不瞭解狀況 請調太司跟北美市副市長 還有NGO副市長 現在總共118位裡面 有幾位可以直打天廳 來講 主席 請他回覆 請回答 包委員 我想我們住外的連夜每個人都有他的職責 那我們有 跟外交部 這個我都知道 你打誤本席 總共有幾位可以直打天廳 這我沒有要回答 不過包委員 你不知道就不知道 不要單位我的時間 你有幾個 你不知道知道嗎 你不知道是不是 來 換另外一位 包委員 在亞太地區36個館處 我們36個館長都是 依照我們外交部的體制 相關的事情都是先跟 拜託你不要段位我的時間 我問你們 有幾位我們住外的大使或代表 可以直打天廳 幾位 包委員 我覺得每一位都經過外交部 都能夠向上面反映他們的 我問你幾位 你問我答那些東西 請那個NGO副市長 我來問你 我來問你 NGO是哪一位 好 那你知道嗎 有幾位 包委員 我的答案跟部長一樣 就只有一位嘛 部長 你服不服從馬總統的領導 當然我們是接受這個總統的指示 來推動對外的工作 那你連哪些人可以直打天廳 你都不曉得 那總統有沒有跟你講說 駐日的代表 他可以直打天廳 你知不知道 其實我們了解的 不過我跟沈大使其實不懂 你剛剛沒有答覆嘛 不是大家都了解 其實沈大使他 我相信齁 這是去年齁 我了解 3月2號 馬總統親口講的 我了解 沈思純可以直打天津 沈思純你可以直打天津 所以今天齁 部長 你怎麼都搞不清楚狀況 哪些人可以直打天津 都搞不清楚狀況 您講那個我了解 其實 你剛好我問你你就不瞭解啊 那你是呼籠我是不是 不是這樣子 因為事實上 我問你 你前一任的部長是誰 蛤 你前一任的部長是誰 是楊敬天 在前一任的部長是誰 歐宏練 歐部長 你是第三任嘛對不對 在2008年之後 你知道 馬總統任命的幾位隔魁 你知道 第一個隔魁是誰 這個劉兆選劉院長 再來呢 是那個 吳敦義吳院長 再來呢 是陳聰陳院長 再來呢 我跟您講一個事實 馬總統上任無人多來 第一任 就任隔魁 就職滿一個月 他的滿意就是57% 到現在我們 江一華院長 上個禮拜做的 上個月做的民調 剩下30% 部長 我請問你 你現在 你知道你的民調多少嗎 呃 我跟委員報告 真的我沒有很特別在注意這個 所以嘛 我跟你講啊 外交修兵不要一代不如一代 我在這裡跟你 每次都是跟你 有拼就跟你問問題 對 請問你 沈大使什麼時候可以安排回來 回國報告 呃 沈大使的部分 我們接受這個外委會 你什麼時候安排他回來 對 外委會這邊有給我們通知到 我們會來做適當的安排 我在這裡提醒你喔 對 沈大使這個人是可以直達天廳的人 馬虹總統聽我講的 不要到時候他去不聽你的話 哦這個不會 您放心好了 其實其實我跟金大使沈大使 其實都有非常好的聯動 聯系跟互動 其實都有了 這個所謂直達天廳 這是一個原則 因為 因為我們所有的駐外大使 原則上其實都是接受總統的 什麼叫原則 就是一個總統的 每個部長每個市長每個駐外代表 都可以直達天廳 那叫原則嗎 那叫例外 荒唐 可是大部 我想絕大部分 可以說每一位其實都跟外交部維持一個非常好的互動 不是 我要提醒你要注意你的領導聯力 有問題 不是 一個 駐日代表 經常性的遲到 你可以說他非常認真 遲到也不給人家通知 讓所有人在外面等他半個小時 我跟委員報告 我真的那個已經過去了 其實我們跟沈大使那邊有非常 什麼叫過去 我們跟沈大使那邊有非常密切的 現在有嗎 現在沒有了 現在人家我問他 我上個禮拜在這邊執行你 對 他 他是不是要這個訊息 我實際上有跟他通過電話 其實過去也有 其實他都聊 因為我的行程 他要跟哪個電話跟本席說明一下 如果我有誤解他還可以說明一下 如果委員需要跟他通電話 我不是要跟他通電話 是他需要跟我通電話 可以可以我可以跟他講 我今天就誤解他 他應該 這個禮拜就打電話給我了 可以我來跟他聯繫可以 沒問題 部長 假設我們將來派大使 那個當地國家的語言都不會講 對不對 你派我去日本 我不會講 你派我去日本 我怎麼去啊 其實沈大使他自修日文也蠻多年 可是他過去 不會到現在 當天小委員來跟我講 到現在他上 那個人 上個月他去 他還是不敢講 你要聽他講話他還是不敢講 所以你自我 我跟你講 部長你真的領導同意有問題 我了解沈大使在 事實上在去年的 這個國慶酒會 他事實上是有日 有日語來 我被 可以講啦 所以我想他基本的能力 基本的就要跟他溝通 不溝通也就算了 經常知道 不其實真的沒有 沈大使是非常優秀的外交 我可以 我可以請他來 我可以請他跟您聯繫 至於沈大使回來報告的事情 我們尊重這個 就是這邊外委會這邊的一個決議 我們會來推動 部長 外交要強起來了 假設這種外交的話 不是活路外交啦 是死路外交啦 不會啦 其實我們的工作 你的自我感覺良好 沒有啦 你回去查一下 你現在民調多少 真的 我沒有很特別注意 我覺得我們盡量來 你就是一個不在意嘛 所以你外交部工作會做得好嗎 今天我假如說不在意我在這裡問證 我是要那麼早就來嗎 對 不是 今天他如果有在意僑胞 歡迎他 他會遲到半個小時 不通知人家嗎 我有盡量把我的工作做好 部長 你這個江帥無人 類似曾經 我問你喔 現在駐外的外交官財務狀況 外交部有沒有掌握 財務狀況我沒有掌握 你沒有掌握 他們個別向監察院提出他們的報告 你有沒有了解一下 哪些外交官 負債很多的 超過一千萬以上的 你有沒有掌握 這個部分我沒有 因為他們是個別向監察院報告 其實我們可以去做一個了解 如果委員有對這方面需要了解 這個你認識嗎 這個可以直打偏聽的 你認為他只有他 他負債三千九百七十萬 你知道嗎 對我有看到這個相關的報導 你要去了解 看到就有新聞我就嚇一跳 假設我今天有個部署 負債這麼多 至少我會去關心一下 對 我們也看到有這樣的一個訊息 對不對 我們會去了解一下 將來人家 人家會不會利用他 負債這麼多來跟他 威脅利誘啊 對不對 你要見為資助啊 你不能什麼都狀況壞啊 這個部分我們會來了解一下 沒問題 多給我兩分鐘啦 不好意思齁 我今天最主要是問這個問題 不是問那個問題 那請問 其他三位請回去 請那個市長 兩位齁 這兩篇報告齁 這兩本報告裡面寫的齁 我覺得 還是 有個問題啦 都是報喜不報憂啦 這個好的部分呢 敲鑼打鼓 不好的部分呢 輕輕帶過 這兩本報告 請問加入TPP 對我國而言 受創 受創最深的是什麼產業 跟委員報告 那麼 我們 也了解 那麼我們又為了要加入TPP 你回答我 問題好不好 你們 你們就是依回外交還怎麼樣 我看不懂 我問你什麼產業影響最深 你就回答什麼產業嘛 不知道就回答不知道 農業會可能會 會受害比較深的 日本政府他們在加入TPP之前 他們估計 他們有 農業領域會減少3億 3萬億元 請問你 我們 我們加入TPP以後 我們農業產值會減少多少 我們請中華經濟研究院做過調查 如果我們加入TPP之後 我們農業的產值可能會減少24.42億美元 24.42億美元 你自己講的喔 這是中華經濟研究院做的調查報告 那加入TPP以後 我們 我們會減少多少產值 你說減少24億 農業 農業的部分 那哪些項目 這個項目我想 好啊 會後提供給我資料 哪些 哪些項目你就估出來 還有啊 這個 市長跟部長 這個 有沒有可能讓美國豬進口 我想這個政策的問題 其實我們院長 還有農委會都非常的 講得非常的清楚 這個牛豬分離是我們非常堅定的一個政策 不可能嘛對不對 不可能 那管理美方要求怎麼辦 美方當然有美方個別的立場了 可是我們的立場非常的清楚 大家在溝通的過程裡面 他們也完全了解我們的考慮 所以我們不可能讓 航有瘦肉菌 萊克多巴胺的豬肉菌 不會嘛 那你講嘛 不會 所以同班過程這個底線你會堅持嗎 對 沒問題 那會不會讓美國稻米進來 會不會讓美國稻米進來 會不會讓美國稻米進來 這個稻米現在是我們在過去提法談判的時候 就已經說是用配額的方式 我知道 他們現在要求2007年2008年 當時呢 沒有補足他們的插額要配合進來 你知道嗎 你有掌握嗎 所以在這一次提法會議裡頭 最後一個問題 這個降官資料拿給我 我請問 現在我們好像展現出一副非加入TPP不行的態度 請問你 我們上談判之後的時候 會不會讓其他國家像美國 以取以求 會不會 不會的 不會 有沒有不許退出TPP談判的可能 有沒有 我想我們的策略都很清楚 就是說我們是對內對外都有一定的策略 我在這裡提醒 去年三月生效的美韓 美國跟韓國的FTA 導致韓國農業合作社跟一夜合作社的保險制度 或油體健保業務 必須在三年內廢止 部長跟次長 這個是美韓的前車之鑑 我提醒你們要謹守我國意義的底線 不要只有徒利特定的企業徒 徒定商人 殘害農民